老师经常说,做人要有厚德,暂时莫说人非。 不过有时候,我们都难免疏忽。 撞了小气方丈,就真的后果堪如。 以前古老社会,对港市港飞的人都很不客气,很不扬名。 但时至今日,我们对于是非精,尺度已经很不同了。 还会跟着港买一份,对人平头稳住一番。 事关现代人,未必可以忍受到生活是一个太宁静,又无是非的世界。 科学家就说,港港是非,可以令我们增进感情,更加平洁。 港是非更加是打工的基本技能。 让我们了解不同的企业文化,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。 不,可能就会大祸临头。 进化心理学家又说,我们天生就喜欢港市港飞。 人类的语言本来就是用来港市飞,交换别人的情报。 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,面对面的机会越少。 语言就发挥一个交换情报的角色。 而心理学家证实,除了令到团队更加团结之外, 港市飞,亦是令二五仔做坏事的时候有所警惕。 就算一句shame sha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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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you, 都可以发挥奸责的作用。 但是所谓看人头者,仍然看其头。 通常你说完别人的闲话,别人就会说你闲话。 即是谁人背后无人说。 你这个坏分子,就会成为别人口中的教训,很有贡献。 如果不好人,未贪口爽,应该食可而止。 多些就是人家的好处,不要伤害无辜。 就算身处是非之地,也不要忘记要做个有修有的人。